准备一盆清水,放一勺盐,一勺小苏打,搅匀化开 然后把猪蹄放进去,浸泡10分钟 小苏打可以软化肉质,还能去除一部分腥味 这样猪蹄更容易炖烂 每天都在用心的浇做菜,能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吗?非常感谢 看一下,泡出了很多脏东西 清洗干净后,再把猪蹄冷水下锅焯水 很多人焯水都是水开了再下锅 如果水开下锅,血水碰到热水就会凝固 血沫就煮不出来了 捞出后还是用温水清洗干净,一定不要用冷水 油热放入猪蹄,把猪蹄表面炒得微黄 这样会更容易上色 放葱姜,干辣椒,一个八角 好吃的关键是放一包这个红烧料 既能上色又能调味 因为很多人都不会炒糖色 做出来不是发黑就是发苦 还可以用来做红烧肉,红烧排骨 炒出香味后放入砂锅,泡好的黄豆,拌瓶啤酒 一定要加开水,肉质会更加软烂 盖上小火炖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猪蹄,软烂可口还没有异味